天父啊,你的说话秘密甘甜,滋润人心 在这里邀请大家一起纳志 用一年的时间,用圣经的新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就等我们一起实践新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更新而变化 《使徒行传》是老家坊的逐篇 大家都公认了《使徒行传》的作者就是老家 其实当你看一章一节的《使徒行传》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作者说,他写完前书之后 跟着就写《使徒行传》 其实前书就是老家福音 时间大概在主后80至90年 《使徒行传》的特色就是记载圣灵的工作 在五旬节里面,你看到圣灵的大能 如何降临在耶路撒冷的信徒身上 亦都在使徒身上,你看到他们行很多的神迹 所以当时的教会索性情讲这一卷的书 就叫《圣灵行传》 简单来说,《使徒行传》 其实就是记载着使徒如何去 履行耶稣给他们的大使命 由耶路撒冷出发 结束就是罗马这一带的地方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包括了提瓦菲罗大人 就是收信的那一位 另外有耶稣 就和门徒一个临别的对话 还有耶稣的门徒和一群的妇女 他们在楼房里面去祷告 然后彼得就交代出卖耶稣的犹大 他的结局 最后再看到的就是 去补选一位使徒 他叫做马提瓦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接先我们同心地去祷告 七个主耶稣 让我们能够从使徒的身上 去经历和去体验圣灵的大能 并且去体重作为你门徒的身份 持守信仰 坚定不宜 由愿你的话语 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能够去活现出来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这些圣灵 祷告 第一章 次圣灵的应许 提亚非罗 我在第一本书中 已轮到耶稣从开头所做 和所教导的一切事 直到他借着圣灵 吩咐所简选的使徒后 被接上圣的日子为止 他受害以后 用许多确据 向仕途显明自己是活着的 在四十天之中 向他们显然 并讲说上帝国的事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祝福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但要等候父的应许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若汉是用水施洗 但过了不多几天 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洗 耶稣升天 他们聚集的时候 问耶稣 主啊 你就要在这时候 復兴以色列国吗 耶稣对他们说 护凭着自己的权柄 所定的时候和日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传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 说了这些话 他们正看的时候 他被接上升 有一朵云彩 从他们眼前把他接去 他升上去的时候 他们定睁望天 看啊 有两个人身穿白衣 站在他们旁边 说 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升上天去 他也要怎样来临 接替犹大即分的日 有一座山 名叫橄榄山 来耶路撒冷不远 有安适日可行走的路程 那时 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他们一进城 就上了所住的楼房 在那里有 有彼得 约翰 雅各 安德烈 肥力 多玛 巴多罗迈 马太 阿拉肥的儿子雅各 激进党的西门 和雅各的儿子犹大 这些人和几个妇人 包括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和耶稣的兄弟 都同心合意地行切祷告 那时 有许多人聚会 若有一百二十名 彼得在弟兄中间站起来 说 诸位弟兄 圣经的话必须应验 圣经中 圣灵曾借大胃的口 预先说到 那领人来拿耶稣的犹大 他本来 算是我们中的一个 并且得了 这一份仕途的职任 这人用他不宜的代价 买了一块田 以后身子扶倒 土腹崩裂 腸子都流出来 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都知道这事 所以按着他们当地的话 把那块田叫阿甲大马 就是血田的意思 因为诗篇上写着 愿他的住处变为废墟 无人在内居住 又说 愿别人得他的职佛 所以 主耶稣在我们中间 出入的整段时间 就是从约翰斯洗起 直到主离开我们 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必须从那上与我们一起的人中 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復活的见证 于是他们推举两个人 就是那叫巴薩巴 又称为尤士都的药室和马提亚 众人讨告说 主耶稣 你知道万人的心 求你从这两个人中 指明你所拣选的是哪一位 去得这使徒的职任 这职位由大已经丢弃 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于是众人为他们遥迁 遥出马提亚来 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重点 在一块的地方 耶路撒冷 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里面这样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传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识 《使徒行传》 在《使徒行传》里面 一开始就以 撒加利亚在耶路撒冷 侍奉作为开始 以门徒在耶路撒冷 仲赞上帝作为结束 来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作者描述到 耶稣吩咐门徒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负的应许来临 这个就是圣灵的降临 耶路撒冷对于老家来说 他描述救恩历史 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点 耶路撒冷 这一带的地方 亦都是在《使徒行传》里面 记载的时候 一个中心点 包括了圣灵降临 使徒行神迹 使徒港道 使徒的商交生活 全部都围在耶路撒冷的地方发生 虽然我们不知道 当时的门徒 是否很明白很了解 耶稣为何叫他们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但他们很纯服 一等就等了十天 在这十天 他们做了什么呢 原来他们做同一群门徒 同一群的妇女 同心的祷告 所以耶路撒冷是一个祷告的地方 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 亦是一个全福音开始的地方 再回想 回想一下 什么是教会呢 教会就是你和我 信徒走在一起就是教会 当我们说教会没有使命 我们都要问一问自己 我们作为信徒的有没有使命感呢 全阳福音这个使命 在我们的心里面呢 在第一世纪的《仕途行传》 第一章里面说到 他们补选一个仕途 加入仕途的行列 马提亚 这段经文的重点 不是想说犹大要死 而是想补选这个仕途 马提亚 去加入这个仕途行列 重要的目的是说到 使徒的那个责任 就是全阳福音 教会、使徒 同样都是继续承担着 耶稣的使命 全阳福音 希望我们能够坚守崗位 见证上帝 虽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可能都会有一些困难 或者甚至我们对教会 有时都会有失望 但希望我们能够坚持的 不要离开这个使徒的行列 并且为教会守望 继续努力的 来到全阳福音 见证基督 但星灵刚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传地 或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 使徒行转一章八折 作词